对于小骨架的瘦子来说 练框肩膀和背部就能更显壮 今天教大家用一根弹力带 来锻炼我们的背部 以及肩膀 首先锻炼我们的背部 第一个动作弹力带划床 用一根粗一点的弹力带 踩在脚下 曲框 腰背保持挺直 将弹力带往小腹上拉 用力挤压背部肌肉 做四组 每组12次 第二个动作 坐姿弹力带划床 将弹力带卡在脚掌中间 同样腰背挺直 手肘靠近身体 将弹力带往身后拉 顶峰停顿一下 有控制的回放 做四组 每组15次 第三个动作弹力带硬拉 将弹力带踩在脚下 双手握紧弹力带 站起身的同时往前顶 同时外旋肩膀 收紧整个背部 注意全程腰背挺直 做三组 每组12次 接着是肩膀的锻炼 用粗一点的弹力带 做推举 双手掠框于肩 将弹力带推至头顶上方 保持小臂垂直于地面 做四组 每组12次 第二个动作 练肩中速 侧平举 用一根细一点的弹力带 手持弹力带两侧 肩带手肘 手肘带手腕 将弹力带往两侧举起 做四组 每组20次 最后锻炼肩膀后速 将弹力带固定在眼睛高度 两手握弹力带往额头位置拉 挤压肩膀后速 做四组 每组15次